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讨论占卜就是未来有关7到10天的一个运势 那么今天现在这边有四组牌已经先做抽好的动作 然后我们会看爱情工作还有财运的部分 今天会先看爱情然后是工作然后是财运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现在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做选择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你可以先来暂停影片 或者是那个什么听我讲一下话 我讲今天我的Aviv Podcast会就是等一下晚一点会上 然后今天的呢是在讲星座与幽默感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主题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幽默感的人呢 就可以去听听看这个我的这个Podcast 这一周的Podcast 好哦 那如果你现在还有更多时间来选择的话可以暂停影片 那么时间轴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那个Message Box的地方 还有现在时间轴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组开始啰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先来看呢 未来七号十天爱情的部分 第二张是这个就是辅助牌 第一张是King of Cups 第二张是The Hermit Interesting King of Cups一般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的平静的一张牌 我讲的是心情上面是很平静的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波澜 然后它也是会一个比较 惯于隐藏自己的心情的 OK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我们这边又有一个Hermit的这张牌 更会加重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你可能会比较隐藏你自己里面 心里面的一些话哦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未来七号十天 你是单身的朋友的话 如果你碰到了有心仪的对象 其实你是不太敢告白的 或者是说 如果有人喜欢你的话 他们不太会去表现出来 他们会有点喜怒不形于色那一种 会惯于想要隐藏 心里面有一点纠结的状态出现 OK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有 但是不是又 你知道有点 好像感觉到什么 但又没有把握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状态的的话呢 也是就是 你们会觉得 还是一种暧昧不清的状况 或状态 对方到底在想什么 或者是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想什么 有一种拉扯的感觉 就是会维持在这样暧昧的状态 可是这种暧昧的状态 其实是有一点 我觉得会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 因为就是会觉得 现在到底是怎样 我觉得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停滞 那这边的话 可能你们要回归于自己的内心 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段暧昧的关系是你想要的吗 OK 我来七到十天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那么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 King of Cups一张牌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稳稳的关系 你们可能会有一点 因为hermit的关系 是会有一种 想要去寻找自我啦 心灵上面的一些成长啦 但是我觉得对稳定交往的人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好的 因为你们会回归于内心最本质的一些东西 然后hermit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智者 所以我觉得未来翘十天的话 爱情里面你们其实会用非常有智慧的方式 去处理很多情绪的问题 但是这个要小小的注意是不要逃避 因为这个也有可能会有一种逃避的状况 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做 那就先这样摆着 或者是我先不管 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冷战啊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要去面对 然后用很有智慧的方式去化解一些上面 情绪上面的一些东西 但如果没有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我们就是讲了 你们非常有智慧的会去维系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然后关系里面虽然有点平淡 但是是舒服的 OK是舒服的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状态 然后你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机会大不大 这张牌机会是偏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拉扯的关系 内心里面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而且其实不太敢去 有什么样子的行动 这两张牌的行动都会比较欠缺一些 比较是属于内心 内心系很多 未来七到十天就内心系很多 但没有看到实际的行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复合复联的几率 就会是比较低的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运的部分 是这两张牌 Strength and Five of Cups 是辅助 Five of Cups的话是我们刚才通常讲的是 有点小失望或什么的 但是它这 我看一下 主要的是Strength这张牌 未来七到十天狮子座的牌 我觉得你们在工作上面 应该我不能说非常的顺 顺到一个不行 因为毕竟这边辅助是Five of Cups 有一些让 应该是说不如你预期 或者可能会有一些让你有点失望的状况 会发生在工作上面 但是呢 可是这边告诉你的是告诉你说 你要坚定 你要克服 然后迎接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即使有一些不顺的地方 即使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不要让这些东西打败你 因为这个Strength这张牌 我觉得在职场里面 至少未来七到十天 谁站得比较久 才是最后笑的那一个人 所以先放弃的人 那就没戏唱啊 对吧 Strength这张牌 以柔克刚 然后以及要有耐心 要比较坚韧 不拔一点 然后 如果东西很简单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做啦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不要灰心 努力 然后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 一定要努力或什么 但我们这边讲的 其实比较是那种忍耐啦 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 让你很抓狂的一些状况出现 然后会很不开心的事情 只有先忍耐一下 OK 未来先要十天 好哦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的 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太如你的意啦 也许是人际关系啊 也许是跟朋友之间的一些关系 或跟师长的一些关系之类的 就是让你觉得 怎么这样 或失望 或者也许也有可能 对自己是有失望的感觉 也有可能 那但是不要放弃 不要自我怀疑啦 或者是说 是不是我不好啦 是不是我就是这个 有什么问题啦 什么的 这些都不是哦 因为这边是狮子座的这张牌哦 记得你们是 你们其实是很棒的 然后 忍耐一下 然后 坚信自己是可以的 那你一定是可以 把事情 做到是好的 也许没有到百分之百 但是 放弃的话 就绝对是输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OK OK 好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的是 如果现在未来超时天要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找工作 应该还可能 嗯 你就算找到了的工作 比如说已经跟你发offer啊 或什么的话 可能跟你想象的有些出入 或者是他要叫你做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想说 跟我们一开始谈的好像不太一样 之类的 或者是 就是 嗯 我这边举个小例子 就我朋友之前也有讲 他就说 他offer letter都还没有写 叫已经要叫我 帮他 帮他开始要做什么工 我拿多少钱 我都还不知道呢 然后就一直跟我说 这个东西很敢很敢很敢 然后想说 那是敢什么鬼 那你 那你这么敢 你先把offer letter给我啊 对不对 也没有 然后就叫他要他先做工这样 就是有一些这种 不合理的要求啦 不OK的那种 你可能也会觉得 哈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很需要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那种 骑驴脚马的一个心态哦 因为这边strength right 你就先忍耐一下 忍耐一阵子 然后至少有工作 总比每天 就是焦虑没有钱 这件事情好吗 对吧 所以 这个就有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 那 呃 就是坚持一下下 然后如果 真的这间公司不太OK的话 你就先做着 然后再去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咯 OK 好 未来一号十天的话呢 呃 财运的部分是 10 of cups 以及wheel of fortune 哇 你们抽到两张十号牌耶 呃 OK 你们每一个 你们的每一组都有一个大牌耶 你们两有点强哦 好 辅助牌是wheel of fortune 10 of cups 财运我可以说 未来在七到十天 你们的财运超好的 而且有那种 如果不好的话 它也是逆转胜哦 wheel of fortune 如果就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真的很不好的话 你在未来七到十天 你应该是会看到有一个好转的现象 那如果你一直都还不错 财运也还行 然后没有 我们不能说超好 但是就在可以过得去还行的话 也许你不会看到这么巨大的一个变化 或什么的 呃 所以 但如果财运就是比较不理想的的 OK 的群组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应该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所以是往好的方向去走哦 那已经财运很好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就是维持咯 OK 维持咯 而且是开心的 那破财有没有可能呢 如果你真的会破财的话 那也是破在家人的身上哦 那你应该是心甘情愿 愿意付出的 对吧 除非你家人对你不好 但这个是应该是那种幸福的家人感觉 OK 嗯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这个是给一号牌子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呢 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选择二号的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爱情运是怎么回事哦 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运 Wow world 5 of wands 爱情运 挺好的哦 也许有一部分的人会结束单身 会开始新的旅程 或者是现在如果有恋人的话 他想要给你全世界 OK 那因为有5 of wands做一个辅助哦 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情敌的状况哦 或者是说竞争有点激烈 那如果你现在单身的话 比如说真的是你喜欢的对象 是还蛮多人喜欢的 或者是你有很多人在追你 等于你是很枪手的哦 但是主要的这张牌 world牌 我觉得要开始要脱端的几率 可是其实未来七到十天蛮大的哦 好啊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状态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非常有机会往下一步走 也许是因为就是有一个什么竞争状态出现 让对方会让你开始有点 知道危机意识感 哇 再抓不住的话 是不是可能就会跑掉了对象 所以会有那种 那我们要不要赶快先定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哦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啊 那稳定交往的话 这张牌我觉得也是很好哦 虽然有可能会有一些 你知道有点小竞争对手 或者是那种会有点吃醋感啊 哦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对不对 就是有一种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反而 这样子的那一种 这种这种状态 反而会激发你们的这种感情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对感情的加温是好的 OK 这个因为Five of Fun只是有这种competition 不是真的说出轨这种 我觉得倒不是 就是你们行情很好啦 然后会让你们的另一半可能有点小吃醋 那可是我觉得这会push 你们会想要 不想要让对方去别的 别找别人嘛 对不对 所以会更想要呵护他啦 把他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有没有 我要好好照顾你 给你最好的东西 让你不能从我的世界里面跑掉 我要给你所有 我要跟你分享我所有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是一种爱情加温的部分哦 好 那World这张牌我觉得也有一种 会想要更稳定啦 想要生 如果没有生孩子的 可能想要生孩子啦 现在正在交往 就交往可能想要步入婚姻啦 或者是这种住在一起啦 whatever 就是比较更稳定的状态啊 好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分手锻炼的状态的话 Five of Wands 我必须要说呢 可能你的对象 你想要复合复联的对象 也许他现在在 还挺抢手的哦 那或者是说 其实你身边也不乏追求你的人哦 那 当然啦 如果你想要跟你前任 或者是之前的某一任 Five of Wands 复合复联的话 World这张牌 我觉得有可能 有联系的机会 OK Message OK 讯息 打讯息这种机会 但是你说 会不会进到下一步 当然World这张牌是最后一张牌 的确 一个关系结束 然后往下一个境界去发展 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 我觉得还是要看你们的 现在的人生旅途上面 你们的比如说观点啦 想要去的地方啦 目标是不是一致哦 那这个才不要 但我觉得讯息有可能是有的 OK 我来切到十天哦 好 我来切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 先看一下 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 是Five of Swords 以及 Night of Pentacles 哇 你们好多 五号牌哦 OK Five of Swords 这张牌呢 讲的就是 也是一种 竞争的状态哦 但是Five of Swords 的竞争会比Five of Wands 更大一点 更激烈一些哦 而且是有那种死伤 不是你死就我亡的 我亡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 Night of Pentacles 又是跟金钱有关哦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们在工作的 场环境里面呢 场景里面是非常的 竞争很强大 真的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哦 但是我要先讲哦 竞争是OK的 但是 你这个要看一下 长远一点哦 不要只是看太近的 太近利的部分 因为你有可能 你现在真赢了 可是你长远来看 其实你是输了 所以 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 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现在赢的这件事情 竞争力的这个东西 竞争的这件事情 到底对你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哦 那你这个是要放长远来看 而不是看现在 当下的状态哦 比如说你争取得到一个 这个客户 我打个比方 可是这比方很烂 我也不晓得 比如说你争取到一个 这个客户 然后但这个客户 就是一个GY的客户 然后又喜欢压你的价钱 然后又喜欢 老师要跟你跟哪一个地方比较 比如说压你得到了这个客户 OK 比如说 但也许你会不会想过 会不会别人可能也觉得他太GY了 其实也不是很想要留他 又或者是说 你好像是赢到了这个客户 可是他老是要压你价钱 或者是他又老是要你 就是你知道他喜欢占你便宜 一会儿要叫你做这个 一会儿叫你做那个 你就时间都花在搞这个人身上 你就会觉得 还不如我之前不要 不要把你揽进来好一点呢 我可能还可以去找更好的客户 甚至说不定这个客户 还有说哎呀 我就帮你介绍人 可是你知道他可能介绍人 都是跟他一样的那种人 那你就是每一个都要少赚很多 那是不是 如果这个客户不要的话 当然也不能这样说啦 有的时候我们很金钱的 状态很紧迫 当然只要是客人都好 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那可以找一个不要这么不吉歪的 长久来看 可能会合作的更愉快的对象 对吧 好这个是竞争力的部分 就是在职场里面会比较出现在未来七号十天 或者是跟你的 不见得一定是客户啊 有可能也是跟你的同事之间 有一些那种暗地里的那种暗潮汹涌之类的 那你得罪这个人 会不会反而你最后日子很难过 你赢了 但是你好像说了例子哦 这一个部分 所以有的时候 Five of Swords会有一种 示弱也不一定代表你输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 这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要签一个客户 这也有可能哦 你要签一个客户好了 或者是你要去谈判一件什么事情 表面上好像他的条件很苛刻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客户 他真的可以帮你带进很大笔的利益 那你现在小小吃亏一下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有更大的利益会在后面 所以有点是这种状况哦 好哦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哦 不要看你失去的 看你拥有的 然后竞争 你现在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竞争力是有点大的 是有点大的 所以你当竞争大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只有努力 如果你想要那种超进路啦 想要那种不想努力 可以不劳而获啦 那我觉得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哦 所以努力才是成功的唯一之路 是至少未来七到十天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OK 找工作的话 呃 就同样的竞争有一些大 OK 大家可能会有那种 呃 消价竞争啦 哦 那我我我没有要那么高的薪水 你你请我 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哦 什么什么 我不晓得有没有能不能这样 但反正 呃 比如说如果你是自由业对不对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其他的地方的话 那就是你现在你要进的这间公司啊 或者是呃 进的这个厂产业啊什么的 竞争力其实是有点大 所以呃 没有超捷径的方式哦 比如说啊 我找人家关说啊 或什么的话 好像这个 这至少未来翘的时间这一周哦 可能不 呃 效果不太大哦 你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把自己的实力 呃 提高 提升 你竞争力才会增加哦 OK 好 呃 后来翘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是 Ace of Cups 以及 Three of Swords 呃 宝剑三是辅助哦 呃 呵呵 这这两 这两张牌蛮有趣的 Ace of Cups 是一个心满意足的 很开心的 Three of Swords 三 宝剑三是一个 悲伤的 Right 两个相反的能量 所以后来翘到十天呢 我觉得在财运的部分哦 我我 我应该是要讲 可能有一些突如其来的 嗯 事情 OK 突如其来的事情 我们这边就先不论好坏 因为这个我觉得 要看你的角度怎么看 嗯 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 让你可能 比如说没有投资成 哎 结果当下看其实是坏事 可能长久来看 哎 其实是好事 说不定 那天因为发生什么事 你没投资到了 结果第二天大 大赔之类 大大跌了 不大赔 大天 哎 你就是哎 好像有点因祸得福 或者是这样 或突然有一个什么突如其来的事情 嗯 嗯 让你有点 吓 OK 可能有一些 突如其来的好运 我也可以这样 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宝剑三 他不见得一定真的是伤心 他是心里面突然有 很大的一个重疾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直觉很厉害的话 你真的是那种 嗯 呃 对啊 直觉很强 的人的话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什么样子的直觉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听从一下你自己的直觉的声音 所以这一组选择二号牌组的话 不能不能一 就是告诉你说 对你的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就是很棒 我觉得有新开始没有错啦 OK 是有可能你会有一个重新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从把这个东西收掉 然后呃 或者不不投资这个换 转换另外一个投资的别的东西 或者是说我想要开始去投资之类的啊 呃 这个是有个心 太旧换新的感觉 但是你说财运是不是很很赞 超棒的呢 因为这两张牌有点对冲的感觉 他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 所以呃 对一部分的人来说 嗯 如果你的直觉力是强的的话 OK 那这个直觉力告诉你是说 诶你应该投资 或你不应该投资 那我觉得你应该要听从一下 那如果呃 我们刚才说 诶我刚才讲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就不repeat了 回去听一下 就反正呃 一个 哦对 乍看之下 是不是好像是不好的事 但是可能 诶之后再看就 诶好像 隔天一发现 诶 其实是 还好 当然这也有可能反过来 你 你 你就 很着急嘛 诶我想要一定要做这个 做这个 就第二天你知道 心脏 一个中期的那种感觉 OK 跌了 赔了 嗯 所以这一个 这两张牌出现的话 我会建议不要太冲动行事 因为你有可能会有一种意气用事 然后就坏了大事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小时天要不要小心一点 咯 OK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你的爱情运是怎么样 第一个爱情运是这个 第一张牌是King of Pentacles 辅助是Queen of Wands Interesting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这种阴阳调和挺好的 OK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蛮舒服的状态 爱情里面 即使你现在是单身的 OK 单身的朋友的话 即使你现在是单身 我觉得你也会做你喜欢的事情 你不会说我一定急于要谈恋爱 但我觉得你反而专注在你爱做的事情上面 你未来七到十天超有魅力的 我觉得你不用怕没有桃花 我觉得你桃花应该蛮好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而已 好 那未来七到十天呢 如果你现在是暧昧状态的话 我觉得暧昧状态 现在的状态也还不错 OK 也还行 还蛮有热情的 然后可能也会开始有考虑说 要不要比较稳定下来 自己的经济能力 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考量 但是我觉得你们的暧昧状态可能有一点趋于平缓 比较有一点进入那种好像要稳交的感觉 OK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可以看到 好像有往前进一步的那一种 OK 好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呢 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热情 但是有的时候热情过度的话也会变成忌妒 所以自己要抓好那个平衡点 那你们感情我觉得是稳定的 然后大家情绪也是稳定的 我觉得你们会有实质的想要对对方很好 想要给对方让对方感受到那种爱意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其实感情我觉得是很赞的 OK 阴阳调和的部分 我所谓的阴阳调和就是真的是阴阳调和 你即使是男男女女一定会有一个人是 阳性能量重的 OK 一个阴性能量重的 就是一个阴阳调和 一个balance的状态 OK 好 如果你现在是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复合复联 有没有这样的状态 我反而会觉得复合复联 出现这两张牌 我觉得 其实你们会现在自己 自己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balance的状态 所以 其实复合复联我甚至觉得你可能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选到这一组的话 其实你不太 你复合复联你刚刚应该只是 你应该只是听着好玩了吧 你真的有很想要吗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一个人也很好啊 我也可以一个人调和 一个人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你们已经开始慢慢的 能够比较调适自己的心态跟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们未来窍时间其实是很有魅力的 你不见得一定要执着过去的人 你应该我们刚刚一开始说了嘛 单身的朋友其实状况是好的 状态是好的 桃花运其实蛮好的 只要你想要的话 随时都有桃花 不一定一定要限制在之前的人身上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工作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工作运的部分出现的是 8 of cups以及7 of swords 保健七跟这个圣杯八 圣杯八通常会有一种 所以你的辅助牌是保健七 在工作上面未来七到十天呢 我会建议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要好好的去有一个计划 OK有一个计划 8 of cups其实是要去往更好的方向去走 会把之前的东西做一个整理 然后要往前走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未来七到十天是一个收尾的状态 然后你们在工作上面会把这些东西做一个整理 然后你们开始可能会要进行下一个project啦 或者是你已经要进行去做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你现在手头上面的东西 你可能会要去做一个收尾 那新的东西的话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plan 即使是收尾 我也觉得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 去把它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这样这个还没有到ending时间 但是已经在往这个路上走 在未来的教室 所以主要给你们的小提醒的话呢 会是做一个好好的一个 planning strategize策划计划的部分 不管你是要结束一个project 还是你现在要开始一段新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都是在一个 处于策划的状态上面了 未来七到十天 那另外这边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整理的状态 那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觉得你们就是要 要聪明的读书 聪明的念书 而不是去死背 你要活用 这是主要的一个 因为你考试的话很有可能 如果你去考试 他不是考死背的方式 而是要活用的 你要真的懂这个 比如说不管是 比如说数学好了 你只是背公式 可是比如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这个公式 用这个公式是怎么样子 你要是活用它 而不是只是死背 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会得到的成绩会比较好 OK 是要比较有聪明的方式去做事情 你得到的结果才会第一个快 然后而且是跟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做 好 如果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你正在找工作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我觉得找工作是有机会的 8 of cards 就是想要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走 那 未来七到十天可能还是比较在寻觅的部分 所以可能你未来七到十天 比较不容易听到回音 但是你走的方向其实是对的 OK 然后我觉得对对方应该也是会觉得 你这边有三分数 你要表现聪明的样子 有一些地方 你很聪明 会让别人觉得你什么心机身 或者是让你觉得对方会有威胁感 或什么的 但这个的话 我反而会觉得 其实你要表现出来你聪慧的那一面 但是聪慧不能够有威胁性 你们自己要抓一下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未来七到十天 适合把你聪明的这一个面相 面貌表现出来 不用特别去隐藏它 好不好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残影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这边是Temperance 然后抽到的是辅助是8 of swords 保健8 以及这个Temperance 截至牌 在未来七到十天 财影的部分 截至牌 我觉得你要找 如果你想要开始投资的话 你要找到对的时机点 Temperance要让你先暂时小小忍耐一下 8 of swords应该是有非常多的恐惧感 恐惧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因为你恐惧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对的时间去踏出那一步 所以你要克服一下你的恐惧 未来七到十天 也许 也许 也许你有那样子的一个时机 是适合你去开始去做一个投资的 可是你不要让你的很多的害怕 反而让你去错失了好的时机点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会有好的时机点出现 但是有可能你的自我限制 反而让你错失了赚钱的机会 那财影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Temperance的话 有可能会有冲动消费 过度消费的状态 所以你们这个部分要比较懂得节制 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部分 如果可以控制的话 我觉得手财就不是问题了 主要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购物运 或购买运 所以才会有一些破财的状况出现 好 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营的话是怎么样子的 抽到的是 Magician以及 Three of Cups Nice OK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抽到的牌是 这个魔术师 辅助师 圣杯三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爱情营我觉得非常好 你们有能力 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们非常有能够实现自己愿望的能力 或者是说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相当的有魅力 你应该要多跟朋友出去聚会 OK 不要在家里面多出去走走 一个人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魅力会更大增 你的朋友可能会更能够衬托出来 你的比如说 善解人意的那一面 或者是这种豪爽的一面 之类的 朋友反而会是帮你加很多很多的分 如果你想要脱单的话 好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Magician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还不错 Three of Cups 你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像好朋友一样 什么话都可以跟彼此说 感情其实是开心的 是丰沛的 所以你们的暧昧状态 其实是挺好的 那Magician我觉得 往下一步的几率是有的 OK 是可以去把这个暧昧的状态 去更好的去发展到下一步 是有机会的 好 然后如果你们是未来七到十天呢 是正在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我觉得你们感情也是挺好的 Three of Cups 开心的 秘密可以跟互相倾诉秘密的 如果你们之前有些争吵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未来这一周 你可能也可以好好的把它说开 或者是 或者我们这边建议制 你们可以好好的出去把它说开 其实其实是 你知道有的时候 吵架真的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对吧 那Magician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 很有可能能够 画不可能的事情 唯可能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正在 比如说 想要 Baby 说不定外来七到十天 真的有机会 能够 能够 嗯 你知道 就是 有baby了之类的 那 当然啦 有些人会说 Three of Cups 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第三者啊 或什么的 但是因为 它是辅助Magician的这张牌 那 所以主要Magician这张牌是 画很多不可能 为可能的画 即使有第三方 或第三人的这种 三角关系啊 或什么四角关系啊 等等哦 Magician这张牌哦 我觉得你是能够 我们刚才说的 画不可能为可能 所以看你想要怎么做咯 你想要分手的话 你觉得对方绝对不会跟你分 因为他就是一个 想要两个都有的 但 其实外交十天 如果你真的想分 你也可以把 能够实现这样的事情 但 如果 真的有人想要介入啊 或什么的话 外交十天 Magician这张牌 你看 他吸收了日月 精华 我觉得 看起来哦 你可能还是略胜一筹 OK 略胜一筹 好 如果最后是这个 复合复联的 想要复合复联的群组 所以你们现在是处于一个 分手锻炼的状态 外交十天 我觉得你们是有 有机会约出来喝东西 聊天 恢复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是有的 OK 你们有机会恢复朋友的关系 能不能够更进一步哦 那就要看完 看你们互相聊完天 说完话以后 感觉怎么样哦 说不定聊完天 说完话以后 我觉得 这个人好像也还好 就是我那时候 幻想他很棒 实际见出 见面了以后 好像也就这样 对不对 所以 恢复朋友关系 是有可能的 好 未来七号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工作运的部分哦 工作运出现的是 Hire粉跟Page of Cups Hire粉是 普助牌 Hire粉出现的话呢 你们有贵人哦 在未来七号十天 工作运上面有贵人 Page of Cups的话 是有新的offer 所以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会被猎人头啦 或者是你有可能 别人想要 叫你一起合伙啦 跟你一个什么新的offer啦 想要让你去跟他一起 合作什么东西啦 这些都是有哦 那不见得一定是猎人头 有可能是同一个公司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组 我们来一起 弄一个什么东西 你跟我们一起 什么一起做一个project 之类的 就反而 人际关系是好的 然后而且有贵人相助 而且在这种大的企业里面 其实你是挺开心的 未来七号十天是开心的哦 蛮如鱼得水的 OK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未来七号十天哦 你也是是有贵人的 师长会对你非常的好 比你年纪大的 或者经验很多 很丰富的 会愿意想要来帮你忙 甚至会主动说 你需要帮忙吗 我可以帮你哦 那如果他没有的话 你主动的话 对方也会是非常愿意帮你的忙 所以 两方都都可以 他如果没有主动 你主动也OK 好不好 有贵人运帮助 师长运也很好哦 我觉得学习能力也是挺好的 OK 好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要找工作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是能够被上面的人上司便面试官喜欢哦 OK 甚至这边的page of cups有offer给你 对方很喜欢你到他真的想要hire你 这张四号牌组应该是所有三排三三个牌组里面 试镜 也是试镜 面试啦 找工作是最最能够找到的OK 在这未来七到十天 几率是最高的应该这样说 好 最后是我们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呢 未来七到十天 Four of pentacles Nice Queen of swords OK 出现保健牌有点不是那么好 但它是辅助牌 Four of pentacles 你能够守财 你的 你非常会守财 未来七到十天 守财能力一级棒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点想要 会有破财的可能性 有是有 它会有一点那种挑战你的底线的那种感觉 有一些人事物 挑战你的底线 可是我觉得 你有那一种破例跟坚定的能力 跟对方说 跟对方说 No 你能够 蛮能够把财牢牢的守住 唯一要注意的是 Source出现的话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小意外灾害 那可能会有一些破财的状况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要比较小心 那但是如果是这种 有人要跟你借钱 或者是什么 投资啊 或什么的话 你自己其实是会涉险的 OK 你有一个底线 你底线设下去以后 你 其实蛮能够把你的财守住 不会让你自己 如果 即使投资实力 你也不会是赔很多的那种 那 更不要说 你绝对是不太会去让自己是 有这种失利的状态出现的 所以蛮会停损的 那 赚钱的能力 很赞 但是我觉得你甚至 我觉得戳到金币4的话 其实我觉得未来翘的时间 你 你会走比较保守的路线 稳赚不赔的那一种投资路线 可能是你比较会去选择的 OK 好 所以 财业我觉得其实 还OK 但有一些 我们刚才说的小小小注意的地方 不小心 可能会有一些 会破财的状态 状况 是因为不小心的关系 那还有就是 如果你没有设底线的话 也很容易会守不了财 所以 记得要设好底线 那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咯 好 这个就是给4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和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